我叫史會贏 就是打麻將都會贏 就會贏 我是八道新生廣播電台 報告新生公報電台 主持人 我的義名叫MOMO 我們叫我MOMO 這台車上看到大家都要講說 認識幾個人 我首先感謝風家大哥 邀請我來 因為我也不是公民記者 你說我是媒體界嗎 我覺得我比較像是 演藝界 我也有參加過 何忠勳大哥的金羊毛 冒險學院 算是有一個腳趾 踏進了社運界 然後 侯林大哥我也是認識的 剛才有聽到說 我們的小玲姐 是嗎 小玲姐 政府田文教基金會的小玲姐 對不起 是小玲姐 政府田文教基金會 跟我們報告新生有合作過 有做一個 因為我們報告新生公報電台 我講台語大家聽得懂嗎 我們就是台語音樂台 所以說呢 把這個台語好好的傳承下去 也是我們電台的一個使命這樣 那我們就跟小玲姐 小玲姐 文教基金會 我們有合辦了一個 就是鼓勵小朋友們 來講台語這樣子 所以這台車上 我就認識了四個人這樣 好 好 那 這個 有關這個社運的部分 我想一下 我其實算是一個素人 雖然說我是一個廣播節目的主持人 但是 我的聽眾對我們的期待 因為我是台語音樂台 都是在聽歌 然後呢我們的聽眾 他們基本上是 對我們的需求是 希望能夠在輕鬆的氣氛當中 有一種陪伴的感覺 所以說我們基本上都在練小玲 就對了 都講一些五四三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個人呢 對這個公領域的議題 也是都非常的關心 就是 基本上是一個讀者就對了 比較有一點點關心的一個公民這樣 所以我會偷偷的在練小玲當中呢 藏一些 輕鬆的氣氛當中 藏一些 觀念或者是我知道的事情 讓大家知道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還蠻重要的 就是 大部分的人啊 雖然說我們這整台車上 大家的這個意識都還蠻強烈的 但是 我想大部分呢 我們的 我們的國民啊 這方面呢 其實他們可能接觸的機會都不是太多 那你一下子講 很多專有名詞 他可能也聽不懂 然後馬上就給我轉台這樣 所以說這個是我對我自己的期許 那因為我是這個社運界 我只有採集一個腳趾頭 所以很多 雖然有名詞啊 很多事情我也不是太了解 那 希望這一次呢 旅行當中呢 能夠跟很多的前輩呢 有更多的接觸 然後我聽到更多的 額 故事啊 很多的內容 可以跟我的聽眾來分享這樣 好那那個 我上次去參加金羊毛冒險學院啊 我是要去學習這個公民的一些專業的知識 但是那個巨星啊和周勳大哥呢 都一直叫我擔任這個演藝的工作這樣 都一直叫我唱歌啊 所以我在想他可能也會又要叫我唱歌 那我來唱一首歌好了好不好 好 對 因為我其實齁 我除了是這個廣播節目的主持人啊 我其實也跟馬拉音樂齁 有簽約這樣齁 然後他們說幫我出片 出到現在都還沒出這樣齁 所以 越出還越覺得自己很像一個演藝人 演藝人員啦齁 那我就來唱這條 快樂的出版好不好 好 那時候不要過等更大聲的過 可以超大聲嗎 好 好 好 擔任我一首歌 快樂的出版年 無恨分配的來源 無恨分配的來源 我那一首ождения 我那一首決定的日子 在世界的民生 天使阿海滋為 一唱 靠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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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陪來 一路順風 面歌詩 一路聲 洋洋三軍 懷路的村 拍攝啦 謝謝大家